达摩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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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得很简单 他就当场就做了我看一个 就是达摩祖师的动作 那我就问他 那这个动作很简单 我说那怎么做呢 他说每天坐两次 早上一起床 什么也不做 你就坐两分钟 然后睡觉前坐两分钟 然后再上床 然后我就遵照他的指示 我就做 一做做二十年了 我做了今年二十多年了 旁你做了这个气功之后 你觉得身体真的有变好 我曾经在友台 拍所谓的本土剧 我最高纪录 七天六夜没收工 你的天啊 连拍七天六夜 这真的是 然后平常三天 四天五天常有的事 常常有的事 那平常我靠什么运动呢 就靠这个 就靠这一套气功养生 就靠这个活了二十多年 Oh my god 我现在可以 请您示范这个 既旋又妙的达摩式吗 这个达摩气功啊 少林气功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 客厅 卧房 浴室 洗手间 都可以 首先就是脚张开 与肩同宽 与肩同宽 现在有个重点 脚跟要抬起来 脚跟要抬起来 脚跟抬起来 然后蹲马步 脚跟要抬起来 然后两手往上伸 呼吸保持均匀 开始计时 一百二十秒 呼吸要均匀 对 脚跟要抬起来 脚跟要抬起来 唐哥抖没关系吗 抖没关系 就让他抖 我因为穿这个鞋 鞋子 鞋不太不太方便 平常因为光的脚比较好做 手尽量往上伸 呼吸保持均匀 不要憋气 保持均匀 那通常一开始做的人 大概做个三十秒四十秒 就会受不了 对 三十秒四十秒 没关系 停下来 停下来 活动活动 然后再接着做完 两分钟 就这样 你说呼吸保持均匀 保持均匀 不要憋气 然后最后收的时候 要不要 不用 没有 两分钟 气到单点 不用 恢复正常就好了 但是重点就是 每天早上起床 坐两分钟 睡觉前坐两分钟 是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帮助消化 可以根除便秘 这个太棒了 这个提供给大家 谢谢